欢迎来到第八章 森巴进舞 机器人利用声音感应器来侦测环境中的声音 并根据声音的大小来决定摇动沙沙棒的速度 透过吐轮机构 我们可以将旋转运动转换成往复运动 就能顺利的摇动沙沙棒了 凸轮 凸轮是一种非圆形的零件 例如弹形或椭圆形 可以用来带动另一个零件进行往复运动 马达或齿轮转动的轨迹是圆形 但凸轮转动的轨迹就不是圆形了 机器人就是透过旋转中的凸轮 来将沙沙棒顶上顶下发出各种节奏 声音感应器 声音感应器好比是机器人的耳朵 能让机器人知道现在它所在环境的音量大小 声音感应器会将音量转换成一个介于0到100的值 我们可以将这个值设定为马达的转速 声音大小除以100等于马达转速大小 这样的话周围的声音越大 森巴机器人就会跳得越起劲 程式设计分为三个步骤 NXT设定 声音感应器 及马达设定 首先请选择Lego NXT Brick V2 并将它拉到城市编译区 其设定请参照第三张 逛街机器人 接着将Lego NXT SoundSensor V2 由服务元件栏位中拉出至城市编辑区 在属性栏中将Partners栏位指定为设定完成之NXT Brick 在这里为NXT Brick V2 在设定声音感应器与NXT连接之输入端号码 这里为Sensor 1 设定马达 使用Lego NXT Motor V2指令 将它拖曳至编译区 将选单中的Partners指定为本方力中之NXT Brick 为Lego NXT Brick V2 并将Motor Port设定为马达与NXT连线的输出端号码 这里为Motor A 将声音感应器通知端连接马达 设定输出与输入讯息 左边选择Analog Sensor Update 右边选择Set Motor Power 勾选Edit Values Directly 键入横杠 Role Measurement除以100 点选OK按钮 森巴竞舞机器人完工 机器人会随着周遭声音的大小来摇动杀杀吧 Role Role st瓶 Role